桃儿 不是他干的 也是他派人干的 这个女人可真够狡猾的 他到底是谁的人 别管他是谁的人 感动白文渣 肯定是重庆方面的意思 党国派系 错综复杂 山头林立 对白文渣下手 原因跟强星公司 卖出的那批货有关 要是这样的话 那个白文渣 可就是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庙了 我们不如直接对强华星夜公司下手 拿下我呢 那你辛苦一趟 不辛苦 请您慢用 Smith先生 我们公司是大英帝国管辖下 香港一家非常正贵的公司 可是日本方面毫无道理地强行压压我们的船只和货物 完全违背了英日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所以我想Smith先生无论如何要帮我们这个忙 这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客户 我想请Smith先生代表英方帮我们从中调解一下 那吴小姐你说的不对 这件事发生在中国的内地 并没有发生在香港管辖的海域 再者 你的货物已经卖出去了 跟你们公司就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所以这件事 我 我很抱歉 难道真的没有别的什么办法了吗 英国与日本的关系现在也非常微妙 真的爱莫能助 我中午需要去参加一个会议的 吴小姐希望捐量 打扰了 不客气 吴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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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回来了 小魏 白经理还是没来上班吗 没有 不过我已经按照您的指示 往他家里打电话了 可是没有人接 行了 你去忙吧 好的 白文章 你要是没糊涂的话 我想你应该还记得昨晚的事吧 要不是我让人来这一出 你可不会完好无损地坐在这了 你还记得昨天晚上我那个车夫 昨天晚上拉我那个车夫 那是什么人 军统的特务 军统的人 可是我没得罪过他们 什么人 没有 什么人 你 怎么 你 不 我 让吴安娜给你卖过一船白糖 卖白糖的事 你告诉重庆的曾先生了吗 你是曾先生的人 白糖是战略物资 你之所以敢不请示重庆的曾先生 那我想这船白糖应该是你私自囤积下来的 这件事曾先生不知道对吧 你要多少钱 你开个价 我真想一枪崩了你 按理说吧 卖白糖并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事 可是你这投出 却不知道强华新业公司已经被日本人盯上了 你现在的任何举动都会引起日本人的注意 这跟日本人有什么关系 总之 你在所有人的眼皮子底下 做了一件最不该做的事 姑且曾先生不论 不仅日本人找你的麻烦 就连军头 也在找你的麻烦 乃娇 不不 姑奶奶 姑奶奶我求求你 你饶了我一命了 你不要杀我 麻烦你给曾先生带个话 我愿意降功赎罪 求求你别杀我 别杀我 姑奶奶 莫孙忠祖 照片洗出来了 违京姓太郎 我去吧 重座 维京军 跟我去一个地方 重座 今天我要奉大佐的命令 去一趟强华新业公司 我这件事情 比强华新业重要 好 那我去穿件衣服 各公司 相应转 你带我来这儿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 我只是想跟你聊聊天